弱电工程 弱电工程 不同功能的弱电系统能够工作在一个统一的固件平台上 功能集成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 功能合并 主要考虑将一些在功能上的硬件设备上的重复系统合并 使合并后的系统具备合并前各系统的所有功能 以减少设备冗余 避免重复投资 二 功能互补 使得楼宇自动化系统中的各子系统在发生某些特殊事件时能够协同工作 以提高整个系统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软件界面集成就是把各系统逻辑地连接在一起 为整个集成系统提供统一的人机操作界面 总而言之 热电系统的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且过程复杂 在国内隶属于建设公安 邮电 广电 消防 电业等行业管理范畴 热电行业技术规范标准不同一 在热电系统建设中仍存在许多问题 热电行业技术规范